講的只要有時候我任務的時候交給他 這樣他就會表現給你反彈 這場還是沒有例外 但是因為他前面是七連敗的狀況 七連敗期間你覺得他投球有一定的狀況嗎 狀況喔 我跟他討論是說他的投球的角度有點變 有點變然後 這是一個嘛 一個當然是可能因為狀況沒有 那時候狀況沒有很好 所以就換的就比較 就變得比較沒有固定 所以這種情況比較大概就 才會影響到最後的情況 當然我們之前是 有時候打擊狀況也是沒有很好 所以也都會影響到 因為打擊狀況沒辦法 在二分的時候偷偷也會有壓力 有壓力的時候你就沒有辦法平常去抖 這樣子 我覺得 這幾場明顯得分效率比較高 對對對 你問我們嗎 對啊 當然 之前都講過嘛 當然下分區 後面 打擊狀況 就是得分效率 各方面都 都好蠻多的 當然 就會變成是良好的互動 然後打 投手 相信打者可以幫他打分數 然後他再投更難投 那 這樣子的話投手 然後打者就再打一個 所以現在大概就是球隊是 比較要產生這樣 對不對 這邊點的情況蠻多的 因為你怎麼點 其實很多都是選手自己本身 想要幫助球隊推進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覺得蠻好的 今天到的戰術也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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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為人低頭的動作 真的是比較大一點 其實大部分 我們也是 選手自己跑 嗯 就 他們自己有感覺 就 我也會做 他們想做的事情 啊 當然是剛好都 有打到好的效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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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